多人都覺得時間到了 所有症狀都覺得那就是更年期 這一點也要留心 因為有些人是沒想到更年期 那我之前採訪一個人 他是太直覺覺得自己是更年期 他說他大概46 他46歲那一年 然後他開始發現說 自己第一個 體型改變 那個腰圍越來越粗 然後褲子越穿越大 他就想說一定是因為更年期 代謝變差了 然後他開始有一些 比如說肚子覺得 偶爾好像又會腹瀉 偶爾會覺得肚子脹氣脹氣 他說一定是更年期 因為更年期什麼都會有影響 所以你知道他持續這些症狀 比如說肚子不是很舒服的症狀 持續七八個月 然後腰圍越來越寬 他也沒在管他 那後來想說 試診家跟他說 那既然更年期 更年期聽說也要做一下抹片 還是不能去 因為不能不做抹片 所以他兒子就幫他安排了一個說 你去做一個 女性的健康檢查好了 所以他那一次就去了醫院 他躺上內診台 本來是要做抹片檢查 那那個醫生很細心 做抹片還幫他做一些促診 想說他很久都沒有做檢查 一摸 因為女生非常瘦 他大概只有四十公斤不到 一個很瘦小的女生 醫生一摸 他突然就叫了醫生 你知道嗎 醫生一壓 他就說 醫生你做什麼我好痛 他說他痛到冒冷汗 後來醫生就說你等一下 後來說 我跟你說 我待會要幫你再安排一個檢查 你不能不要馬上回家 他就說你要安排什麼檢查 他說我剛才我覺得我摸到 你好像有一顆腫瘤 然後我要幫你做超音波的 一個超音波的檢查 結果後來你知道多離譜 檢查出來 他肚子裡面有兩顆 像壘球那麼大的腫瘤 而且就是卵巢癌 已經到第四級了 然後他自己只覺得說 肚子變大 然後只覺得肚子脹氣怪怪的 他還一直想說 那就是更年期 這之前健檢都檢查不出來嗎 因為他沒有在健檢 他沒有健檢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更年期 46、7歲 差不多應該有這些症狀 一定就是更年期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直覺覺得說 那就是更年期 因為有些不是 但是有些症狀 你覺得跟更年期沒關係 你知道特別留心 我印象最深刻 是我有一個營養師的朋友 他那時候他說 因為他真的是 很養生的一個人 平常幾乎也很少在吃肉 因為他其實以素食為主 所以他的血壓 血脂什麼都很好 他說有一次 他就突然間做體檢 想說奇怪了 為什麼今年這個體檢 不只血壓變高了 連血糖都變成 那個標準值的邊緣值 他說他明明沒有任何的改變 吃一樣 做血一樣 後來他發現 他只有一個東西變了 他更年期 後來醫生就跟他說 其實因為女生的荷爾蒙 對心血管 是一個很好的保護因子 所以你只是因為擦這個 你本來在邊緣值 都可能後來變越過 其實你在更年期要到來之前 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準備 比方說你怕你骨質流失 你在35歲開始 你就開始補充一些鈣質 那平常如果真的擔心 你荷爾蒙降低的太快 你就可以開始吃一些 像豆類的食物 大豆 黃豆 豆芽 菜 豆腐 類似像這樣的食物 那其實女性荷爾蒙 真的是對這個女性 我們的心血管 很有非常大的保護作用 所以你看現在為什麼 男生的心臟病比較多 女生比較少 你看裝支架大部分都是男生 是耶 但是你們都喝酒吃肉啊 喝酒吃肉 但是女性荷爾蒙是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當你在更年期以後 缺乏女性荷爾蒙保護以後 那當然就可能 你的心臟血管就可能 或是一些血壓就可能會比較高 但是其實 可能從你剛講豆類那一些來補充 對 補充 但是也不能亂補充 其實像上次我有個病人 他四十幾歲 帶他女兒來 他女兒大概十幾歲 他說 他說他女兒一直流血一直流血 我說你最近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他說他媽媽就說 我看他最近月經都不來 我就拿我更年期的藥給他吃 蛤 蛤 他就去那個外面 那個健康食品那種更年期的藥 他拿給他女兒吃調劑 自己給他吃啊 所以你一吃就開始一直流血 血崩啊 然後就來這樣看病啊 所以不是說所有病就是 都隨便你的藥就可以給他吃 或是你女生的月經不夠 就給他荷爾蒙 這也都是不對的啦 都是有原因的 看醫生 可是你知道嗎 我有朋友也是那個 豆類補充過高啊 所以後來那個在驗那個尿的時候 好像尿酸還是什麼又飆高了 對啊 所以很多東西也不能過量 豆類其實當然 那什麼叫飾量 什麼叫過量 也還好 因為在怎麼 其實當然這些在裡面 在含有女性可能我們的量 是很少的 但是事實上說真的 豆類是對於女生的 其實我們常常說 很多怕說你會得乳癌 是因為吃豆類的關係 但是我們以前研究來顯示 就是說歐美的國家 為什麼乳癌的比例比我們還高 因為東方人都有在喝豆漿 吃豆腐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在豆類的這種食物的話 對乳癌反而是一個正向的供吃 而且他們曾經有針對 已經得過乳癌的族群去做分析 就發現他們已經得過乳癌的族群 在你想說 那這一群不是應該不要吃這些東西嗎 他們發現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再吃豆類製品 都不會造成他們復發更多 反而對他們是有保護效果 因為豆類如果你吃原型 當然你如果去吃那個製品 我不敢說 吃原型來講 因為它除了蛋白質很好 它除了有這些植物性的荷爾蒙之外 重點是它還是高鮮的來源 台灣現在人多數纖維不足 但是如果補上這些圓形的豆子類 像黃豆的話 其實纖維量可以大幅的增加 所以其實吃得對是保護 只怕大家就會後來想說 豆類等於豆製品等於保健食品 這就錯了 走到這一條我們就很難講